嗨,大家好,我是秀厨娘 想想开我烤了半只兔子 很多网友一直惦记着我们家这半只兔子 今天我们就把这半只兔子也做一下 一起来看看吧 先把这个兔子肉给它切成小块 剁下 还有两个兔子头我们也放到这里边 然后浸泡一下洗去血水 兔子肉清洗干净后 控干水分 放入锅中 注意一下是凉水下锅 放入姜片和柠檬片 焯一下水 大火煮开以后 把表面的浮沫撇一下 浮沫撇干净以后 把兔子肉捞出 控干水分 热锅加油 这个肉特别喜欢兔子 我们放点水肉放进去熬一下 把这个兔子也煸熬出来 烤熬油以后放入冰糖 花椒 八角 还有肉蔻 香叶 桂皮 还有一个杀猪辣椒 葱和姜 炒香 加入生抽 黄油 炒出香叶 炒香后放入控干水分的兔子肉 煸炒 在煸炒的时候 我们要一直用的翻炒 大概炒十分钟 翻炒至这个醋的肉 拌着有点焦边给你 翻炒上色 加入开水 煮到木头肉 加入料酒 大火煮开以后 盖上锅盖 小火炖半个小时 炖三十分钟以后 打开锅盖 加入盐 将盐翻拌均匀 盖上锅盖 再炖二十分钟 给你尝尝吧 你着急吃 我们要等奶奶来 奶奶一块儿吃 好吃吗 嗯 很啊 我已经把兔子肉炖好了 盛出来 然后等着婆婆一会儿 来了一块儿吃饭 我又来了小鸡肉 你又来了小鸡肉 但是奶奶还没来呢 我们不可以这样 等奶奶来了以后再吃 好不好呀 我着急吃 你着急吃 你饿了吗 你着急吃 对呀 12点了孩子可能饿了 给你吃个水好不好 小兔子腿 你别弄得满地多水 好 去吃吧 对这样拿着 坐在那吃吧 吃一吃 很热 好吃吗 好吃 好吃 你吃的是什么肉啊 吃的肉 吃的肉 再炒一个青菜 先把这个肉盖起来 要不然一会儿就凉了 我要吃肉 等奶奶来得吃好不好 不好 好 你慢点吃 嚼细一点 谁回来了 奶奶回来了 奶奶回来了 我们怎么都不同意 快吃吧 12点钟了 我都不同意吃饭 我都不同意吃饭 对对对对 但是行吗 这是兔子 忘了上次那半只烤了 这半只 然后两个兔头 我就红烧了一下 尝尝 我也想去红烧 你也想去红烧的 齐瓜 好吃 齐瓜都吃了两个腿了 他都饿了不行了 我给他拿一个这种 那两个腿 里面烤的 嗯 你吃个菜 吃菜才长得够 来